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美国牧师大卫林在中国经历近20年的监禁后终于获释 这位牧师的回国不仅是个人胜利 也反映出美中两国在紧张关系中微妙的进展 大卫林因涉嫌合同诈骗而被判终身监禁 这一指控常被用来针对家庭教会的领袖 随着她的获释 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欢迎 并强调她能够与家人团聚的重要性 林的女儿在媒体上透露 这一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与中国外交部长的会谈息息相关 此外 这一事件恰逢美国国会即将召开的听证会 讨论在中国被拘留的美国公民的情况 让我们不禁思考在一国他乡的美国人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旅行警告 也提醒着每一位旅客 需谨慎考虑前往中国的风险 大卫林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挣扎 更是无数被困者的缩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经历了近20年的漫长监禁后 中国终于释放了美国公民大卫林 David Lynn 这位牧师的获释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确认 标志着一个感人而充满希望的转折点 大卫林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牧师 他在2006年进入中国 并于2009年因涉嫌合同诈骗被判终身监禁 这一指控源于他试图在北京开设一个基督教培训中心 然而 根据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 DY花foundation的说法 合同诈骗的指控 经常被用来针对那些为其工作筹集资金的家庭教会领袖 南华早报报导称 该组织估计 目前在中国有超过200名美国人正遭受强制措施 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方对林的获释表示欢迎 并指出她已经回到美国 能够与家人团聚 这是她近20年来的第一次 林的女儿爱丽丝林 Alice Lynn 在接受政治报采访时 表达了她的欣喜和感激之情 她透露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在北京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 提到了她父亲的案件 这可能对林的或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爱丽丝在4月发表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梦想着她能第一次见到我的丈夫和我8岁的儿子 我希望我的母亲 天生和职业都是照顾者 能够照顾她最爱的人 而不是作为一名寡妇生活 我渴望再次拥抱她 这封信充满了对父亲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期望 让人深刻感受到家庭的力量和对自由的渴望 大卫林的或是恰逢美国国会 行政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听证会 该听证会将专注于在中国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预计将有三名被拘留者的家属出席作证 包括道恩·米歇尔·亨特 Domichel Hunt 凯里 凯利和纳尔池·威尔斯 Nelson Wells 这些家庭的故事与林的情况相似 都是在一国他乡面临困境的人们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大陆保持三级旅行警告 提醒旅客重新考虑旅行 因为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 包括出境禁令 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 南华早报指出 这一警告强调了在中国旅行或工作的美国公民 可能面临的种种困境 大卫林的故事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 更是美中两国在持续紧张关系中取得的一个小进展 这一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家庭的力量和对自由的渴望 超越了国界和文化的差异 爱丽丝林在谈到他父亲的获释时 语气中充满了感激和希望 我的父亲终于回家了 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期待的时刻 他表示 家庭的团聚让他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这种感觉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这一事件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中美两国 在处理双边关系中的复杂性 尽管两国在贸易 科技和国际政治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但大卫林的或是显示了双方 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 南华早报报导指出 美国国会即将召开的听证会 将进一步关注在中国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这些家庭的故事将被公知于众 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困境和挣扎 这些故事不仅是家庭的悲剧 更是国际人权问题的一部分 需要全球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对于大卫林来说 重获自由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 她的故事鼓舞了许多 在一国他乡面临困境的人们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和未来的可能性 尽管她在中国失去了近20年的自由 但家庭的支持和爱 让她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中坚持了下来 大卫林的女儿爱丽丝表示 她希望父亲能够适应新的生活 重新开始 并且希望她能够通过自己的经历 帮助更多的人了解宗教自由和人权的重要性 她说 我相信我的父亲会继续她的使命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这是她的信仰和使命 这一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家庭的力量 和对自由的渴望 也提醒了我们在追求个人信仰和自由时 需要面对的挑战和困难 大卫林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希望 坚持和爱的故事 激励了无数人 总之 大卫林的获释是一个感人且充满希望的故事 不仅是她个人的胜利 也是美中两国在持续紧张关系中的一个小进展 这一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家庭的力量和对自由的渴望 超越了国界和文化的差异 希望大卫林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的人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为追求自由和人权而奋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大卫林 David Lin 是一位美国牧师 他于2006年进入中国 并在2009年因涉嫌合同诈骗 被判终身监禁 这项指控据说源于他试图在北京开设一个基督教培训中心 根据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 DOI或Foundation的说法 合同诈骗的指控 经常被用来针对那些为其工作筹集资金的家庭教会领袖 该组织估计 目前在中国有超过200名美国人正遭受强制措施 在经历了近20年的监禁后 中国终于释放了大卫林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确认 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美方对林的获释表示欢迎 并指出他已经回到美国 能够与家人团聚 林的女儿爱丽丝林 在接受政治报采访时表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捷克沙利文 在北京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 提到了他父亲的案件 爱丽丝在4月发表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声 期望他的父亲能第一次见到他的丈夫和8岁的儿子 并希望他的母亲能够照顾他最爱的人 而不是作为一名寡妇生活 他渴望再次拥抱父亲 这一心声感人至深 林的获释恰逢美国国会行政委员会 即将召开的听证会 该听证会将专注于在中国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预计将有三名被拘留者的家属 出席作证 包括道恩、米歇尔、亨特、Donne Michel Hunt、凯、李、凯利和纳尔赤、威尔斯、Nelson Wells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大陆保持三级旅行警告 提醒旅客 重新考虑旅行 因为当地法律的任意执行 包括出境禁令 以及错误拘留的风险 这一事件不仅是大卫 林个人的胜利 也是美中两国在持续紧张关系中取得的一个小进展 林的故事让人感受到家庭的力量和对自由的渴望 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故事 而是许多在一国他乡被困的人的缩影 这一释放事件 可能会对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尤其是在当前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总的来说 大卫林的释放是国际人权活动和外交努力的结果 也反映了在面对国际压力时 各国政府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内部政策 对于大卫林及其家人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终于可以在经历了多年的苦难和分离后重新团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卫林的释放无疑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胜利 这再次证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历史上 美国多次成功营救被外国政府拘留的公民 例如1981年的伊朗人质危机 表明了美国的外交实力 而且 大卫林的案件揭示了中国对宗教团体的打压 这是国际社会应该重视和谴责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林个人的自由 更是对所有被压迫者的一种激励 楚天书 你这话未免太过简单话了吧 大卫林的释放可能更多是中美之间的一种外交妥协 而不是什么高尚的国际救援 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和司法体系 合同诈骗在任何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 历史上也有许多案例 像是德雷福斯事件 显示了司法错误的复杂性 美国自己在国内也有很多争议的判决 难道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批评别国吗 谢奇奇 你这是在强词夺理吧 合脱诈骗的指控 在这里明显是用来对付宗教迫害的工具 根据对话基金会的数据 目前在中国有超过200名美国人正遭受强制措施 这不仅仅是大卫零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中国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普遍漠视 你要知道 在国际社会中 这种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 就像美国当年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一样 我们必须坚持正义 并为所有被压迫的人发声 你说的倒挺有气势 但问题是 你的数据和指控是不是也太过片面了 说中国对宗教自由和人权漠视 这种说法未免过于一刀切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法律制度 难道美国就能一概而论地指责别国吗 美国在自己国内对待某些宗教团体的态度 也并非完美无缺 比如大规模监视穆斯林社区 何况美国国务院的旅行警告也证明了 这些所谓的拘留更多是出于安全和法律考量 而不是你所说的什么宗教迫害 谢琪琪说到这里 你的论点听起来像是为压迫者辩护 中国的合同诈骗指控经常被用来针对家庭教会领袖 这早已是国际上众所周知的事实 美国在国际上维护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这并不是一个片面的指控 而是基于事实和证据 再者 美国国务院的旅行警告其实 也反映了中国现行法律的任意执行和错误拘留的现象 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否则我们就是在对历史和正义负责任的态度上退步 楚天说 你未免太过自信了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方式 美国也不能总是高高在上的批评别国 毕竟 美国在处理自己内部问题上 也有很多争议和不足 历史上 美国也曾有过麦卡锡主义这样的政治迫害事件 对于大卫林的案件 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看待 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宗教迫害 这样的批评只会让国际关系更加紧张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次中国释放美国牧师大卫 林的事件 真是一波三折 简直比好莱坞大片还精彩 在经历了近20年的漫长监禁后 这位牧师终于重获自由 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偿和家庭的力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事表示欢迎 这位老兄可是急忙回到了美国 终于能和久别的家人团聚 想象一下 女儿爱丽丝 林该有多激动 这可是她爸爸近20年来 第一次见到她和她的家庭 爱丽丝在4月写给《政治报》的信中提到 她梦想着父亲能第一次 见到自己的丈夫和8岁的儿子 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她还提到 希望母亲能够重新照顾自己所爱的人 而不是孤独地度过余生 看来 这个家庭的重逢真的是充满了温馨和感动 感觉就像一部现实版的《寻梦环游记》 然而 大卫 林的遭遇也曝露了中美之间复杂的政治和法律问题 这位牧师当年是因为在北京开设基督教培训中心 而被指控核突诈骗 这种指控在中国人权组织看来 经常被用来打击那些为教会筹集资金的领袖 这不禁让人思考 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否存在过度的政治操控 根据对话基金会的估计 目前在中国还有超过200名美国人正遭受强制措施 这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林的或是恰逢美国国会 行政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听证会 这听证会的焦点正是那些在中国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三名被拘留者的家属 包括道恩、米歇尔、亨特、凯、李和纳尔池、威尔斯 将出席作证 这无疑会进一步触动美国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让大家认识到 在一国他乡 很多美国公民的自由和安全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大陆仍然保持三级旅行警告 这意味着旅客需要重新考虑旅行 这警告不仅是对当地法律任意执行的担忧 还包括出境禁令和错误拘留的风险 这些问题无疑增加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让人们对中国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更多的疑虑 总的来说 大卫、林的或是无疑是个人和家庭的巨大胜利 也是美中两国在紧张关系中的一个小小进展 这一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力量 和对自由的渴望 不仅是灵异人的故事 而是许多在一国他乡被困的人的缩影 希望这次事件能成为 推动更多人权问题解决的一个契机 让更多被困的人重获自由 回到他们的家庭和爱人身边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